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釋經的直播 我們現在是講到聖靈充滿怎樣幫助我們各樣的侍奉 而我們今次是開始講到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聖靈充滿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在聖靈充滿的狀況 建立靈命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我自己來說是很大的分別 在我未經歷聖靈充滿之前 我有很多的教導 但是似乎那些人都不是很大的反應 他們也很難提升他們去侍奉神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的期望也不高 就是看著那些教友 只是希望幫到他們穩定和神的關係 遵從神 而是很少興起到人去侍奉神的 發覺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跟現在是很不同 當我經歷了聖靈充滿之後 我第一就是看到神跟我們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愛 那我就帶一些教友去讚美神 愛神 感激神 神這麼好 也都為他們按手祈禱 他們有很大的感動 很大的… 譬如他們那些重淡得釋放 他們哭了很久 然後得釋放 或者他們很真心悔改 靈命更新 他們心靈身 看得醫治 邪靈被趕出來 之如此類 就是很多的表現 那就看得到… 就是他們都看得到神很真實的工作 於是很多人就對於神的回應是強烈很多 那我亦都告訴他們 你們現在可以這樣經歷聖靈 將來你都可以幫助人經歷聖靈的 那… 其中有一個人就是… 其實有好幾個人呢 我是很大的更新他們的靈命 因為他們看到我怎樣為人祈禱怎樣改變 那… 譬如其中有一個人呢 他是來到我們教堂 他本身不是打算來參加我們教會的 他… 他就是… 因為他… 想幫他的家人找個教會 那他就… 見到我們的教堂 那他走過呢 他就… 他說 打算那天他會來那個教堂那裡 好奇妙喔 他就… 那天早上醒了 那他呢 就… 再睡覺了 就發夢了 就發夢了 見到那個教堂呢 是有兩支揚竹 那他就覺得好奇怪 因為當時我在信業會時供 那信業會呢 是教會是有兩支揚竹的 就是代表是神的光 就好像在聖殿裏面都是有光的 那就是… 有這個金燈台 那他就… 那他就很奇怪了 那他去到教堂 真是有兩支揚竹喔 那然後呢 那天我就跟他祈禱了 他經歷聖靈啦 然後他那一晚回家 他就… 跟他先生說 因為他先生是信耶穌的 不過他那天要上班 他… 他先生問他先的 那個教堂的牧師是不是光頭的 那他說 你怎麼知道啊 他說我昨晚發夢見到 就是兩個人都發夢見到教堂的情景 那而… 後來我也都幫這個丈夫經歷聖靈 他說… 他說真的教會應該是這樣的 信業都應該是這樣的 是可以經歷到神的幫助的 因為他以往呢 他只是聽道理 是不會經歷到神的真實幫助的 那… 而這個… 那個太太呢 他就… 後來就跟我說 他說我希望… 他希望我跟他回去鄉下 因為他說呢 他們信了耶穌這麼多年 都不會有這樣的經歷 還有呢 又不會這麼… 感動呀 喜樂呀 因為當時來講 我們很多人有喜樂呀 醫治呀 那他就覺得… 就是應該信耶穌也是這樣的 那就… 在新年的時候就帶我回去 那帶我回去呢 就… 我們初頭住在酒店呢 其實一直都住在酒店的 那… 初頭呢 就在酒店那裏 那些人來找我們 那其中有一個人呢 他的親戚呢 那個… 腰骨呢 是彎的 那醫生說呢 有這種病症的人呢 都… 多數都死了的 是他一個呢 他信耶穌仍然生存 但是他走路很辛苦的 那… 然後呢 我就跟他祈禱啦 祈禱之後呢 後來… 我忘記了 過了兩三天 他就走… 走來喔 他還說 他說 我從來走不到這麼遠的 這次我自己走來 走了一公里路 那…就… 是很大的改變 他本來準備去… 去動手術的 搭飛機去上海動手術的 但是呢 結果呢 他是取消了 那所以呢 這裡看到呢 就是… 他很大的改變 他靈命很大的改變 身體很大的醫治 那…然後呢 另外呢 就是… 當… 他走開 就是離開那個地方 我坐在那個廳那裡 那時候有些家人去溝通 那… 那有誰進來呢 我都跟他說 我說 我以為你祈禱好不好啊 這樣呢 那… 他們很多個呢 都經歷聖靈 那… 並且呢 他們整班人呢 是天天等我來呢 天天在等我們祈禱啊 到… 到… 最後一天我們臨走啊 我們趕著吃早餐 然後跟著去飛機場 他們都整班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吃早餐 在那裡等我們 那… 那… 那些人呢 就一個一個呢 就充滿喜樂啊 那… 那有一天呢 也都有很大的感動呢 我就說 就說呢 我們今天呢 求神呢 幫助我們真心悔改 那… 真的 他們很多人呢 就很強烈地悔改 那… 而有兩個人呢 是遲到的 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 她進來呢 即時呢 就很感動 就開始悔改啊 就是說呢 當我們一路集體祈禱的時候 這個人是… 根本是 不知道什麼事發生 她來到呢 都一路為她的罪悔改 求神 射面他們 就是很大的神的工作 叫那些人悔改 也有些人就很大的喜樂 其中他有一個親戚就經常哭的 因為他的丈夫好像有些很嚴重的疾病 那他經常都是憂傷 那他說為什麼每個人都在笑 我經常都在哭呢 那我就跟他說 因為你心裡面仍然有很多憂傷 然後有一天他都開始喜樂 而他的馬是很老的 都充滿喜樂 就是他們每個人在那幾天的時間 我去到的時候 每一個祈禱都充滿喜樂 是真是很大的改變 而我就跟這個姐妹說 你想不想進入神的侍奉 給神使用 那他就說我願意 那後來他就成為了呂傳道 那這個就是 他去讀神學 去神學院讀神學 然後呢 後來做了呂傳道 這個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我還有很多例子 不過我不想只是講例子 暫時我遲些會講其他的情況 就是很多人當我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呢 有很多人就看到 哇 原來信耶穌 他們可以這麼真實經歷神的幫助 並且他們可以帶著能力祝福別人 變成了他們對於侍奉神是更加有信心的 就是他們為人祈禱呢 神都很大的改變 那也都是我們的教導呢 在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是很大的分別了 就是我看到神很真實的愛 神很真實的祝福 神很真實的陪伴 就讓我對於神是更加有信心的 就是一向我都是很信神是真實的 因為我研究過很多的證據 聖經預言的證據 和經歷聖的證據 我知道神很真實 但是我對於神的幫助和愛呢 那個信心是不是這麼大的 但是自從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呢 那我就很大的信心 很信神真的時時和我們一起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會看的經文是《以賽書》五十四章十節 那這個經文是講到什麼呢 就是主要就是說呢 就是我們幫人去經歷聖靈 或者在靈命更生它 第一件事是幫他們看到神的愛 其實神的愛的經文我講過很多的了 譬如說 婦人依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 不練出她所生的兒子 即說有忘記神都不會忘記我們 神因我們歡恩喜樂 物而愛我們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即有不同的經文都講到神的愛的 那這次我講另一處呢 就是《以賽書》五十四章十節 我們想幫助大家呢 更加去深信神的愛 還有我們呢 都去幫助人去深信神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我們幫助人靈命更生 第一件事我希望大家呢 每次都告訴大家 神真是很愛我們 神真是很關心我們 神真是很關心我們 祂很有能力 祂能夠凡事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整個人呢 當我們幫助人的靈命的時候 我們都幫助人呢 去看到神是很真實 神是很愛我們 神是很關心我們 這個經文呢就講到 《以賽書》五十四章十節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 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若也不遷移 這是連述你的耶路話說的 那這裏講到呢 就是神的愛是很堅定不移 大山可以挪開 這裏有個圖 我今天傳了個圖出來 那圖呢是一座大山 那其實一座山去移 真是很難很難 我自己曾經以前 在一個外國的教會 做中文工作 我們就做了一個 嗯 遊樂場給小朋友 一個很簡單的 有一個沙池 有千秋啊這樣 那就 我們買了兩車的沙 他們來到之後呢 就把那些沙放在那裡 那我們就 就找著那些年輕人 就去一起 用那個鏟 把那些沙去鏟平 但是我們發覺 我們做了一個下午 只是一小堆 就是全部沙的一小堆 我們是要做很多日才做得到 把那些沙撥開 真是呢 真是 我們才知道原來這麼難的 那些只是一堆沙 但是一個山根本是 極度極度難移開 但是 神說 就算大山 都可以離開 小山可以遷移 但是神的慈愛 必不離開我們 就是 祂是永遠愛我們 永遠愛我們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 神的愛是不會改變 是永遠跟我們一起的 永遠陪伴我們的 還有呢 我平安的藥也不遷移 神的藥也都不會改變 不會走了去的 那在當時來說 他們是有舊藥 但是因為以色列人犯罪 那神的藥 不是神的藥離開 是他們離開神的藥 那結果 神就用新藥取代舊藥 那就 而在新藥 神的藥也都不會遷移的 這個藥一直到永遠的 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那這個 這個是連述你的耶穌說的 就是連述我們的神 講的說話 就是祂的愛 一定不會離開我們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 就算多軟弱也好 就算我們犯罪 神的愛都不會離開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離開神 人是可以離開神的 人是可以 因為罪的緣故離開神 或者沒有親近神離開神 但是神的愛永遠都沒有離開我們 當我們回到神那裡 神一定喜悅的 但是當然我們不要隨便的 去離開神 疏遠神 聖經有警告的 不要再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是可以 不是每一次都是 但是可以叫人 不能夠得罪得赦免的 所以我們不要故意去犯罪 我們真的說神 我們是有罪 我們知道罪的可怕 我們就不敢再犯罪 但是我們永遠都記實 神真的很愛我們 我幫過很多人的靈命 他們很多人都說到 我現在很害怕 跟神關係不是那麼好 軟弱 總是覺得軟弱 我想告訴大家 神是真是很看重我們 永遠都愛我們 永遠都不會丟下我們 我們不用擔心神不理我們 反而我們就去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離開神 是我們離開神 不是神離開我們 神永遠都不會看小我們 不關心我們 是我們人不會離開神 所以我通常我為人祈禱之前 我們都會跟他說的 就是神很愛你 神想祝福你 你想神祝福你 你就全心跟從神 你信靠祂 祂已經愛了你 祂已經為你的罪釘死 耶穌已經為你的罪釘死 你信靠耶穌 耶穌一定祝福你 神一定大大的詩恩給你 你不需要擔心神愛不愛你 你只是說我愛神 神一定歡喜的 我回應神 神一定歡喜的 我亦都跟他說 你親近神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神為愛祂的人 所以預備眼睛未曾 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神是給很多恩典 給那些愛祂的人 遵從祂的人 所以我們聽從神的話 是一定得福的 我們完全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的 這樣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開始對神 有信心了 我跟著就為他們按手祈禱 按手祈禱 他們就經歷到神的平安 輕盛 我說神就是和你一起了 神祝福你了 你天天都愛神 那有些人就肯聽話 她就天天愛神 她就整個生命提升 整個生命改變 那在剛剛上個星期日 我們有一個姊妹 她是很多時候我跟她祈禱 或者有些人跟她祈禱 她都會很大的搖動 聖靈的很大搖動 而在上個星期日她開始忽然間 自己開始說謊言 不是我叫她說的 其實當時都不是我為她祈禱 我們是為不同的人祈禱 我為她祈禱 然後她就繼續 我叫一個姊妹繼續跟她祈禱 然後那個姊妹說 她現在開始說謊言 那我就說 這個就是聖經在哥林多前書14章 所說到的說謊言 是說神奧秘的事 主要她需要投入愛神 繼續說謊言 繼續愛著神 神會大大提升她的靈命 那這個是當時來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也都對她的生命很大的震撼 她說 我真的要願意去侍奉神 去祝福別人 那這個就是在經歷聖靈的時候 還有加上神的教導 加上神的愛、恩典 還有她接立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來到她面前 神都一定接立 還有我們愛神、遵從神 神一定歡喜的 那希望大家都深深深深信神的愛 那然後我們下一次又會繼續說到 怎樣繼續幫助人的靈靈的 好 在這個時候有沒有人有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我們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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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很多時候時間 有時候那些Wi-Fi問題 不是經常 但是很多時候我有時間 我盡量我都會來 join 你這個meeting的教導 那麼我認識了你一個多月 但是就很感覺到你是一般的牧師的教導 有些問題 私人問你的問題 給我的感覺是 我在你身上可以經歷到神 在你身上的教導 在我祈禱 我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不止祈禱 跟你認識之後 大家都只不過在網上 但是看到你真的有那種 將神的那種樣式 由和謙卑的那種樣式 是可以真的活到出來 多謝你分享 OK 那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經歷到神的愛呢 或者詩文的問題 有的 就不是這裡 反而是昨天去參加一個 因為我前天星期六的時間是有失了一些 就是有些失了見證 但是昨天去參加聖宮會一個那些 他們有一個叫認罪文的時間 在那裡祈禱 但是在那個祈禱文裡面 在那個祈禱文裡面很清新 忽然間只能感覺到 神是捨滅了我了 就是我和你祈禱那裡 我都說整體 我都說可以接觸到東西 可以和你去有這樣的見證啊 這些東西 都是看到 我都是在你身上 我是看到神是透過你身上在那裡作供的 好 OK 謝謝你 我想問一下 就是其他人有沒有 你們在祈禱會經歷到神的愛臨在 如果你沒有經歷到 沒關係的 義牧師 我有經歷啊 義牧師 好 你說吧 我之前有纖維樓的胸 然後在大十字架免前祈禱 感受到神的愛 有一個大能的東西 弄到我的胸裡 然後就變了良性了 腫瘤 腫瘤不是變良性 是驗出來是纖維樓 很大的 好像乒乓波那麼大 OK 那之前有沒有驗到是什麼 之前有我姐姐 十幾年前我姐姐 帶我去驗的 就說越來越大 又變得像乒乓波那麼大 就怕是惡性 在教會的十字架大 面前祈禱 感應到有隻手摸下去 然後驗就是良性 好 感謝神 是 感謝神 我再問一下 有沒有人感受到 就是神的愛來到我們身上 這個是比較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那麼就 最多 多數人比較經歷 容易經歷就是平安 輕省 有些有感動 有些能力 震動 這些都是經歷神的同在 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但是有些很強烈 就簡直是感覺到神的愛來到身上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都去進入 進入神的同在 我們上個 剛剛上個星期日那個祈禱 神的同在是強烈 就是有更多人經歷喜樂 喜樂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就是讓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 他帶給我們的喜樂 就是神是開心的 神跟我們一起 他有開心 我們有開心 就是神在愛著我們的 好 那我們一起祈禱可以站在身放鬆的人 深信神的愛 深信神跟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在愛著我們的 主耶穌 你跟我們一起 頭主幫助我們有信心 相信神陪伴我們 神現在跟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神大山可以落開 小山可以遷移 但是神的慈愛必不離開我們 你平安的藥也不會遷移 主耶穌 我們深信你的大恩大愛 深信你永遠都愛我們 你看寵我們 你跟我們一起 你永遠祝福我們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永遠陪伴我們真好 耶穌你永遠陪伴我們真好 主求你幫我們更加愛你 當我們越愛你的時候 我們越經歷到神的愛的祝福 我們就越經歷到生命裡面 各樣的祝福 各樣的神提升我們的生命 祝福我們的生命 將整個生命都提升 主要我們可以越來越經歷到神 你為我們的生命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你各方面祝福我們 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求主幫助我們 時事活在神的愛中 時事深信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滿有神的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感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的大恩大愛 多謝天父和我們一起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神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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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們 神的愛 祝福您 祝福我們 愛我們 predicting 看着我们,永远关心我们。 你在我前, 好欢迎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遣, 卑鄙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你在我前后, 好欢迎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遣, 卑鄙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神,你永远和我们一起, 当我们深信你, 爱你的时候, 你一定会回应, 你会将平安兴散赐给我们, 你会拿走我们的重担, 叫我们平安兴散, 也都我们可以越来越经历神里的同在, 经历神里的平安, 你的爱, 你的能力,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加力给我们, 感谢天父的大恩, 感谢天父的大爱, 有神真好, 有神万事足, 有神我们就更加喜乐满足, 多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多谢你和我们一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神啊, 我们多谢你, 大家都可以试试, 开声这样叫出来,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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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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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欢喜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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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家用心灵, 心处呼叫出来, 可能你里面就会有一种平安, 兴散, 喜乐, 走出来的,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爱我们,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哈哈,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我又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路亚, 哈哈,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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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时活在你的爱中 时时去亲近你 欢喜你 深信你的大爱大能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 圣明阿们 或者我更正一下 上面的问题 因为可能 这样经历神的爱 涌入来 不是那么多人经历到 但是经历神的平安 清散 舒服 轻松 身体遥动的 请你可以 就是这样说 我有这些经历 这么简单的说就行了 就是大家都可以回应一下 这么简单的说就行了 我有的 刚才你唱歌的时间 我是一起跟你唱 是很感觉到那种 心中的平安 OK 好 感谢主 好 肥他人呢 开心 开心 是 感谢主 好 肥他人呢 有的 叶牧师 感谢耶稣 谢谢天父 好 其他人呢 又 又 轻散了的 好 感谢主 耶稣 这些都是神的爱的表达 还有没有 大家可以这样的 一是用一手掌 也可以 你可以开心 说 就是说 用一手掌 举手 就是说 我有我有 可以看到 大家 我有的 是 感谢主 多谢耶稣 希望大家 都经历到神的平安 卿散 都将他看为 是神的 祝福神的爱 的表达 神在爱着我们 所以将平安 卿散 给我们 我们就 心里感激神 多谢神 欢喜神 多谢天父 祝福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